这是亮坤跑江湖以来最丢脸的一次 只因在铜锣湾称霸的他 无意间闯入了丧波的地盘 后者乃是九龙区心境扛巴斯 而当时在黑道上有句老话叫做 波兰街出狠人九龙区出狂人 由此可见丧波的实力有多蛮横 但即便如此 最近的他却始终不敢踏出九龙以外的区域 一切都坚毅这个男人 他叫一哥 人如其名是当时香港黑帮界的王忠王 也是最强社团红翼的新任华氏人 而一哥尚未知识不过三十来岁 他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登上黑道顶峰 还得感谢嗓播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三年前 当时身为帮内双花红棍的一哥 正排着红翼老大秉书参加庙会 不向中途遭到一群神秘刀手袭击 秉书在混战中不幸身亡 几重道义的一哥健壮悲愤交加 提到杀入人群宛如发狂的狮子 最终将刀手们挨个砍死 替老大报了仇 后来他因此局得到帮内兄弟们的拥护 顺利尚未继承了秉书的位置 经过长达三年调查 一哥得知秉书遇袭的真相 竟是社团内部有人与丧波暗中勾结 今日刚好迎来帮会成立一百周年 一哥趁此机会设立鸿门宴 想要在这天替秉书报仇 他先是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厨师亲自下厨 又和元老们来到后厨 细细观摩食神做菜过程 半小时后饭菜做好 一哥品尝后大赞厨师好手艺 接着将筷子递给社团白纸衫打枪 后者谢过老大开始动手 结果却意外弄掉了碗中的菜 一哥质问打枪 倒转枪口比起用筷子 是不是容易得多 此话引得这位社团白纸衫一阵心虚 一哥让手下将大强丢紧油锅门杖 以此作为今日宴会的头等菜 回到酒店大厅 讨然遇到了前女友波子 两人久别重逢 却仿佛陌生人一般没有对视 男人没有搭理 是碍于身边有小弟在不好放下面子 而女人则是因为还在生对方的气 原来两人在三年前双双坠入爱河 但当时的一哥却将所有心思放在了帮会上 恋爱脑的波子没有多想 只要男友在他身边 要他做什么都愿意 一次暗杀敌对大老途中 一哥被警方抓到 且在包里搜出手枪 波子心甘情愿替男友顶罪入狱 结果在牢房又遇到了一哥前女友艾思 后者嫉妒波子 趁着对方洗澡之际上前挑衅 结果反被波子一拳打伤 一年后波子出狱 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怪罪一哥 仿佛顶罪一事从未发生 直到丙叔遇袭那次事件 才让他彻底死了心 当时场面陷入混乱 丙叔和波子同时面临生命危险 但中意气的一哥却只顾老大安慰 致使波子身中树刀差点没命 这是女人才后知后觉 自己在男友心中的地位 随后下定决心 与其分手再也没了交集 为了惩罚一哥 波子甚至和其他三位闺蜜 进军了红灯产业 整日出入夜店 靠出卖四项赚钱 然而波子做着行 却有着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只做近日不做沐浴 经常享受那啥服务的兄弟 应该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 经过一年闯荡 波子和闺蜜们在业界名声大噪 组成了四人蛊惑女小团队 期间波子因身材美貌 太过顶级被亮昆看上 后者对其展开疯狂追求 但波子心中仍有一个位置 对这位追求者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偶尔给个文鼓励一下 当个备胎完完也挺好 而本片中的亮昆 不比那位火气大的昆哥 虽然混了多年黑道 却一直不温不火 只因外强中干的他 对着弱者常常重拳出击 可面对狠人却只能溜之大击 这也是波子向来看不上他的原因 一天下班来到桑拿市 波子和三位闺蜜 享受着热水澡带来的安逸 殊不知一位老仇人 正带着一群小太美气势冲冲杀来